好,那么老师呢,各位,您进到这个OneNote这个网址之后,您进到这个网址之后呢,在右手边这边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,您就是用访客登录就好了,好,那这样的话呢,就直接进来,当然如果您比较希望说,我就有一个账号可以用的,您可以在这边做注册的动作,好,那您可以选择就是用Google的啦,Facebook,Windows,Yahoo的,或者是您单纯就直接用这个注册, 不要跟这些所谓的社群的账号连结在一起,好,那我们今天就先让大家先用访客的方式,您点进来之后按试试看,它会自动帮您产生一个代码,有没有,这边就有一个代码产生了,好,那您找一下,进来之后您找到这边,找到这个发现有一个群组,你看钟老师的在这里嘛,我就不小心有看到,你有看到我旁边站起来吗,这样知道我的名字了,对不对,好, 好,OK,那您在发现这边有个群组,好,有看到我们第一个了,有没有,在这里,好,那您点进去之后呢,右手边这里有个加入,你按一下,诶,这样就加入了,再按一下就变浏览,有没有,这样就可以进来里面,我们的资料就通通在这边了,在这边,好,那您进来之后呢,我们右手边这里, 这里,那包括我们会用到的,那么您第一次进来,他会问您说,您的个人首页要设在哪里,您设哪边都没关系,那你要单纯一点就直接设个人首页,设过一次他不会再问你,好,不会再问你,那您看这边我现在已经设好了,那么我就直接点这个,好,现在进来了,在右手边我们的任务里面这边,因为我们今天要上的一些教材, 然后呢,相关我们会用到的软体啦,链曲图档,我也摆在这边,那么延席里面我们会用到的一些连结,我都有帮大家准备好了,都放在这里,所以这个讲义就有印出来,肉肉等,很长,好,那所以您利用这个方式,连接进来,这样就可以,这样OK吗,给您试看看哦,好不好